大家好,我是Everteal,张天勇 那在这最后一段,我将继续分享 我中年里之后,如何在NATURAL找到另外一份的半退休事业 然后最后呢,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 NATURAL是一个非常注重学习与运用的组织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学到产品的知识 健康养生的知识 还有几率与团队建设 以及如何去美满人生 那我看回过去两年半NATURAL所安排的培训 比如说这个是2018年下半年的课程 那你可以看得到 几乎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两个培训 然后这是去年2019年的整年的培训 然后这是今年2020年所安排的课程 那这个除了有CAMBRIDGE WEBLAND和清养肌 这两个是我在第一段和第二段又特别描述的 那它还有其他系列的产品 比如说营养食品 那还有HDD的系列 还有CDF的抗衰老系列 大多数人做NATURAL的试验 都会先从CAMBRIDGE WEBLAND入门 那之后再慢慢的延伸到其他的产品系列 那同样的当我们介绍产品给我们的朋友 或是我们的顾客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先从CAMBRIDGE WEBLAND过期 那之后它可能已经减重成功了 那么再慢慢的介绍它 采用其他的产品系列 那由于NATURAL的产品是跟健康养生有关系 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也会同时学习到如何做保健 如何做养生 那这些就是我们学习保健和养生的知识 那我们学习这些保健和养生的知识 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这个健康自主 我们必须要先把自己的健康搞好来 那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家人 帮助我们的亲戚朋友 帮助我们的顾客 那在NATURAL的养生事业里面呢 我们也要学习如何做人 然后如何做事 所以我们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培训 包括人际关系的九大原则啦 成功密码MCCC 那还有成功人士的特资 还有各种不同类似的营销方法等等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要学习如何做这个团队的建设 从2S Sales and Service去到3S Sales Service and Sponsoring 然后到最后呢 我们要学习如何的去美满人生 这美满人生里面就包括 身体的健康 家庭天伦 心智教育 社交文化 精神道德 还有这个事业与财富目标 那我个人非常喜欢 NATURAL的这个学习氛围 因为不管现在你是做什么行业 什么专业 每个人都需要有这个终身学习的精神 那如果你本身也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 那加入NATURAL的这个养生事业 我相信你也会特别的喜欢 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运用 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 小成功靠自己 大成功靠团体 那既然我将NATURAL当作是一个养生的事业 除了上课 除了学习之外 我也必须要将它真正的用在生意上 对不对 那我是如何做到呢 开始跟我买产品的 都是我身边的朋友 以前的旧同事 还有一些亲戚 那之后 我又如何 将这个养生的产品 推广给更加多人呢 那我本身的经验呢 是因为我一向来都有参加社团 包括在吉隆坡这里呢 我也是有参加一个 老年人众生学习的一个组织 那从那边呢 我也会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 那除此之外 我也做一些义工分享 我所专长的知识给人家 当然我在参加这些团体 这些社团做义工的时候 我并没有抱着要宣传产品 要做生意的那个心态 而只是纯粹 尽我的一份能力 去做我能够做的事情 但是渐渐的呢 这些朋友他们也会知道 我有做这个natural的事业 做这个养神的事业 因为通常他们会看到我的Facebook 看到我所分享的东西 所以他们也会主动的来找我 所以我一向来 我不会很刻意的去做heartselling 去介绍人家产品 通常大多数时候都是那些朋友 他们主动问起我 那我才会介绍他们 什么是Campritch with Plan 什么是我们的清养鸡等等 那在去年12月 一年巧合之下呢 我也开始了我的清养馆 那这清养馆主要是一位 中医师朋友的帮忙之下 我借用它的地方来开始的 那我所需要的投资呢 就是两台的清养鸡 那两张的这个沙发 然后一些flyer banner 之类的东西 那我这位中医师的朋友 他也是主要以针灸和拔罐 来作为他的医疗手段 当然他有时候也会开中药啦 不过呢 最主要大多数人来找他 还是以针灸和拔罐为主 那么这些病人 他们当中有的是因为肥胖过度 而导致膝盖疼痛啊 或者是身体上有某一个部分疼痛 他们才来看中医嘛 对不对 所以当他们看到别人在用这个清养剂的时候 他们也会很好奇的询问 这是什么东西来的 那么当他们问的时候呢 我就有机会介绍我们的产品给他们认识 所以我不只是介绍清养鸡 我也有机会介绍到 Camprish Creek Land 也有机会介绍到 其他的产品系列 所以我本身认为 开这个清养馆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 来给我接触到更加多人 更加多Prospect 那最后我来做一个总结 我如何看待这个养生的事业 那首先呢 我将这个养生事业当作是一项健康的投资 先投资以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然后当你自己有健康之后呢 你才会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解决他们健康的问题 那当我看到别人的健康问题解决的时候呢 心里也会特别的高兴 然后我也当这个事业呢 是一个终生学习的平台 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 那谈到未来呢 我就希望我能够继续的在 NATURU的培训里面呢 提升自己对养生的知识 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到更加多需要的人 帮助他们能够健康自主 那我也希望自己这个事业呢 能够做好来 然后去带动那些想创业的朋友 让他们也有生活的自由和财富的自由 那要做好这两样东西呢 我时常提醒自己 要相信杰老师给我们的教导 他常常说要给自己三年的时间 打好这个事业的基础 那我算算我自己的时间 我其实应该是从2018年的事业 才开始真正的做这个事业 那到现在呢 算起来都还没有一年半啊 不过我相信啊 再多一年半就是三年的时间呢 我相信我会让自己把这个事业的基础打好来 但是我也没有把这个目标设得太高 因为打从一开始 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半推球的事业 让我学习养生 学习健康自主 最后呢 更加重要的就是我要学习到这个美满人生 因为这个美满人生里面呢 就包含了很多东西 那我记得我以前学一个功法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老师 我们那个师父啊 他常常跟我们讲 别让人生有下遗憾 所以我在想 以我这个已经是半百的年纪呢 接下来 我也不需要说 去为生活打拼 但是我如果说 能够将自己活得健健康康 不要有什么大病 然后又有机会去帮助到别人 然后又有机会赚到一些零用钱 那对我来讲呢 其实是已经很足够了啦 所以我希望你们那些 在听着我的这个分享的朋友 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 在退休之后 想找一份轻轻松松的事业 又可以学习 又可以养生 那你们可以来找我 那最后我要借用这个机会 来感谢我的Direct Trainer Mr.夏丁杰 这位就是Mr.夏丁杰 你们看他 他其实已经是60岁了 不过他样子看起来是很年轻 因为他已经服用了 Cambridge Open 20年了 所以有一句话讲 养生要趁早 这句话是没有错的 那同时我也要感谢公司 这是Natural Resources and Remember Heart 为我们带来这一份 可以有健康自主 生活自由 财富自由 以及美满人生的事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